都可以拿出來玩 所以在西梅雷索的口袋池 並不是這麼令人擔心 沒錯 然後上次甚至在剛剛廣告前 也有講到的是 死哥這個體系來說的話 其實在西梅雷索S 好像S2還是S3 很早很早的時候就會玩死哥 這樣的體系來說的話 給予西梅一個 不管是在中路對農 然後可以用大絕支援 這樣的這種破壞力來說的話 其實對HQ來說 都是很有利的打法 沒錯 我覺得在 現在的META來講的話 對HQ來說 還不確定是一個 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發展 但是 我覺得有可能不太有利 感覺不太友善 你說HQ嗎 對 不能這樣 你要給我們台灣的觀眾朋友們 很有信心的感覺啊 沒有我覺得上個META 對他們來說就是超級友善 有沒有 但這個META感覺就是不太友善 你要這樣講的話 可能 你的那個 怎麼講 基礎點位置放在打野位置 我來舉個例子好 剛剛上場出現的 兩隻中路英雄 阿齊爾 跟 維克特 戰裝法師 都沒有 使用的紀錄 反正貝克一定會BAN掉啊 那例如說 剛才被BAN的LULU 其實也沒有使用的紀錄 是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 就感覺出來說 HQ的中路 必須是要是一個 必須是一個刺客角 對 那在中路是刺客角的情況下 他如果上路 還是出一個 鬥士型 鬥士型的話 很有可能他隊伍會 缺坦 對 變成說他會很依賴 亞歷斯塔 或者是布朗姆這種角色 對 那或者是他的Jungle 必須得出台 對 那他的Jungle就沒有 沒有像剛才的蜘蛛啊 這種 這類型的角色的可能性 對 這個講到也是一個關鍵點 而且在CloudNet這邊的話 原本的Jungle Media 現在是換上了HIGH 沒錯 本身原本是打中路的HIGH 現在是由Incarnation 去擔任在中路的位置 本來在HIGH退休之後 上一次的退休之後 對 換了Incarnation 他們從他們的戰績 變成了聯賽幾乎最後一名 對 第九名 對 在HIGH回來之後 他們居然打進了世界賽 對 那個時候是對上這個Gravity 還有Teaming Plus 兩邊都是兩場都讓二追三 沒錯 然後最後是拿到了這個資格 所以其實 大家我們在講說 可能CloudNet跟一線的隊伍有一個差距 但在整體來說 他們並不會一直是太弱的隊伍 所以AHQ千萬不能小看他們 沒錯 真的是不能小看 因為在這個跟貝克教練的訪問影片當中 貝克比較擔心的是 AHQ整體節奏掌握上的問題 節奏掌握 對可能Mountain會想要著動在上路 但下路可能就會打太胸被抓掉 然後或者是 這感覺是很蠢的問題啊 可是就是AHQ就會發生 所以你意思是說AHQ很 沒有就是他們可能需要去排解這樣的問題 才可以在世界上面的名次更加往前 好好好 您別想掉我 這個我已經完全預測到了 因為 這個本身自己也是看了 兩個賽季的AHQ比賽 所以 西梅說中路的Karen Lee已經是 世界上可以認可 他已經把他排進世界前20的選手裡面 沒錯 然後Ziv其實也是 那在版本的更新當中 Ziv從大坦變成這樣的鬥士型 轉變了這個習慣性的節奏 因為在打線上面的話 大坦跟鬥士型的打法一定會有所不同 在搭配上Jungle40的支援來說的話 AHQ可不可以 維持著他們自己原本這種 極精鋒的打法 然後去把整體的節奏 用小型碰撞把它打出來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沒錯 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好緊張 沒有因為 我很怕 你知道很怕台灣隊 有一個出場 因為剛剛你看到Fanatic打成那個樣子 非常非常恐怖 難講有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 每個人都投 連Krums都投了AHQ了 哇你看 Monty Crystal 三票都是AHQ 好啦贏了我們這場比賽 謝謝大家的收看 然後我們趕快休息一下 不是 就是大家都覺得是AHQ 那我們來 這個 大家都投AHQ嗎 究竟是先知的力量厲害 還是明燈的力量厲害 我們兩個是明燈是不是 我們現在也要變明燈了 然後對方Krums是先知 先知先知 我覺得 黑暗力量可不可以贏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他也是個不容小區的對手 也是一個不容小區的對手 OK 這個就是西門王爺的最新招牌台詞 原本是不放手直到夢想到手 然後再來是 他是個非常強勁的對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以上就是 以上我也就是 Cloud9這次出戰的人員 那 我們剛剛 帥氣的五名隊員 從左邊開始是Ziv Mountain Westlord 小安還有Albis 那這個 以現在HQ的狀態來說的話 大家還是會有點擔心 不管是 剛剛講到的 下路打線的情況 有時候 A-N跟Albis會太衝 那 只要說 可以把 我覺得這個是他們長久以來培養出來的東西 你知道嗎 怎麼說 Mountain就是長期都蹲在下路 他們可能不會百分之百focus在這個遊戲 我上次去拍世界賽的影片的時候 也有遇到他們全隊在那裡 你是說五人合體那個時候 不是不是 就是去拍個人影片的時候 然後 因為剛剛這個王爺的話沒有講完 我們再看一次王爺想要講什麼 他 他是刺客也會 然後 那個 威克特也會 那 我覺得 他也是很厲害的中路 那 尤其是他有那個 Junkle High 的配合 那他可能會入獄 得水 那我覺得他們也是 他也是個不容小區的對手 也是一個不容小區的對手 我們的結尾還是這個樣子 你知道Incarnation的 他在歐洲是怎麼樣的歷史嗎 他從 去年被禁賽 對 那他在被禁賽之前 他是歐服第一 歐服第一 連續三年歐服第一 Incarnation 不管他歐服第一幹嘛 我們西門業說是台服第一啊 好這場比賽 Clo9出戰 AHQ 在藍方是Clo9 紅方是AHQ BAN腳上面 雷茲把貝克給BAN了 老三的雷克薩也跟蜘蛛都被封鎖 AHQ BAN掉了魔鬥凱撒 還有他們一直最怕的戰裝法是阿祈爾 最後一個是BAN掉露露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子方AHQ必須要BAN的角色阿 對 硬扛 這個是一定得扛 Clo9首選的GP 這邊是直接放出了GP喔 GP可以走上可以走中 其實都是一個可以錯位的選擇 那就要來看一下AHQ 在小安的部分的話拿到克里斯達 一開始很多主播賽民都有講到現在版本裡面 克里斯達還是一隻很強勢的輔助 機器人我覺得他是騙人的 這不可能阿 你為什麼不選瑟雷希呢 對不對 瑟雷希的功能性可能還是好 那麼一點感覺上應該會搶 暗陰島的雙人線組 沒錯 那後面好亮阿 擅持BP的貝克教練 這一次不知道是要拿什麼樣的牌來對戰Clo9 不容小趣喔 不容小趣的對手 在前面兩個懸角的權力 是鎖下了一個大坦型的輔助 這個也是現在5.18版本最熟悉的輔助套路 沒錯而且我覺得這是一個AHQ非常需要的角色 尤其是布朗姆在跟克里斯達搭配上 我覺得是一隻非常好的一個組合 對 哇 好緊張喔 好緊張 好緊張 因為 很希望可以看到台灣的隊 這個台灣的隊伍可以重返農業 很希望可以在四強還可以看到台灣隊伍 對反正那個時候在這個我們的影片裡面 我都有祭出祭品了 如果說任何一隻LMS隊伍可以打入四強的話 我就穿天線寶寶波比賽 怎麼樣 你不用穿啊 你就插個天線就有了 有沒有 你不能這樣 還是你要陪我穿 好 那Clo9最後第二個跟第三個的選角 李星打野 也算是最近比較夯的一個偏輸出型的打野英雄喔 然後第三個選擇者是摩甘娜 沒事沒錯 應該說是李星打野算是一個前期非常機動性很高 對 侵略性也相當高的一個Jungle角色 對 那摩甘娜呢其實在線上算是一個 對布朗姆來說算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Counter 算是小康 小康 應該說布朗姆在任何的情況下都非常非常難接近摩甘娜 對 而且這個陳述在摩甘娜的面前是絕對跌不起來的 沒錯 失去了李星 已經失去了伊莉絲跟雷克薩 老三還要拿什麼樣的角色來打野喔 因為現在來說的話 打野英雄已經所剩無幾了 偏向傷害輸出的可能就會像Rengar 其實如果真的要坦克的話呢 還是有蠻多的選擇的我覺得 喔 達瑞斯打擊嗎 達瑞斯要在世界賽登場了 目前公認最強的達瑞斯 以及在2v2碰撞非常強勢的打野雷克薩 在AHQ手中被拿走了 雷格爾 喔雷格爾 對不起 雷格爾 太興奮雷格爾 好我們可以看到 達瑞斯這個角色我覺得在對上GP的情況下 打線應該是絕對沒問題 對 但是在會戰的發揮情況下 我覺得GP是遠遠大於雷克薩的發揮 欸不是雷克薩 達瑞斯的發揮喔 對 應該說GP這個統治在會戰的壓力真的是太大 他現在是無視40%的防禦 沒錯所以呢這邊就要看看AHQ能不能把握前期的這個關鍵喔 應該說不能夠讓這個GP過得太舒服 太舒服不行 沒錯 因為為什麼會選雷格爾這隻英雄 最主要的是他2v2碰撞很強 他想要讓他在6等那一波再也沒有站起來的機會 哇直接小法師 你知道小法師是這一次世界賽被低估的一隻英雄 他在各個練習的過程當中小法師都會把對方打得這個落花流手 曾經 你知道就是如果小法師他現在變成 他的改動是什麼 他的改動是Q助攻也會加AP 他的W是一施法就進CD 整體是快了0.25秒的一個冷卻時間 在CloudNet這邊的話是讓Sneaky拿到了他很擅長的炮鳥 沒錯 但是炮鳥這個角色的話我覺得 對AHQ來這邊來說是一個不錯的消息 炮鳥本身前期算是一隻必定會推薦的角色 WOW RMINDING招牌英雄 菲斯 我覺得AHQ這邊算是下了一步非常好的棋喔 應該說是 其實常常一直有在關注AHQ隊伍的 各位觀眾應該都知道 對 HQ在換季或者是META改變的時候 適應上常常會有點怪怪的 隨土不服 對 那我覺得他們保留原有的Style 然後就是堅持自己的這一套做下去 我覺得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做法 下路跟中路 下路雜然線跟中路其實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上路跟打野的時候換成了META角色 沒錯 哇那這樣子等於很明顯的Mountain的雷格爾 能不能在上六之後利用旅行這個狩獵 想要來捕捉一下對方的動向就會變成一個至關重要的關鍵點 因為對方的小法師後期跟炮娘的後期其實是非常非常強力的一個角色喔 沒錯 那剛才提到下路這個點好了 那剛剛還沒講完 對 就是說下路小炮這邊是一隻必定會推線的角色 是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其實對布朗姆跟克里斯塔來說 壓力會小 而且在會推線的情況下 非常容易讓雷格爾可以Gank到 沒錯 就是從後方繞背來做進攻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對陣方面的話 中路的Wessel跟Incarnation的小法師維佳 哇這個角色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出現在職業場 三年歐服第一跟三年台服第一 哪一個比較厲害呢 對這個 哇這一定要來拼一下中路的對決 因為 因為Incarnation在之前的分數還不是排位的時候 還是分數的時候 他就是三千 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 那我們把雙手舉舉 把元氣傳給遠在歐洲的AHQ吧 第二場比賽 秀了一下擋陣 秀了一下自己的隊伍旗幟 AHQ在紅方 藍方是Cloud9 這邊 哇好可惜啊 如果這邊 這邊Incarnation沒有走出來的話 非常有可能這邊讓AHQ繞進去 很有可能會直接帶走這個理性 對 而且小安用的是最新的這個榮耀造型 榮耀造型 榮耀的克里斯達 因為這個雷戈爾也是跟小法西一樣 是很久沒有出現在職業場上的 LMS除了Karsa之外其實也很少人到本雷戈爾 沒錯 因為有稍微去問過 因為AD的戰神打野刀其實是有5點額外AP的加速 應該說雷戈爾為什麼之前會這麼非常非常流行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在於說是 蜥蜴長老的這個打野道具 是 它有著技能吸血這條屬性 那技能吸血這條屬性會讓雷戈爾打野非常的輕鬆 而且血量維持得非常好 但是在這一條屬性從這個遊戲被 大部分的這條屬性都被拿掉了之後 其實雷戈爾在打野上的血線非常非常的難維持 所以變成雷戈爾現在才會很少見 但是以前的情況就是說雷戈爾就是 因為雷戈爾幾乎都要疊一點攻擊狀對不對 他在買西藏就是一個非常棒的攻擊狀 那這個裝備又可以讓他打野的時候 他Q下去哇那一瞬間的吸血 就不得了了 Lamination跟Sneaky的進入對方也去插眼的動作 而且跟配線已經是被AHQ給偵測到了 這邊非常的好 這邊至少是讓AHQ提前知道了C9這邊 這個逆EU的意圖 而且是把對方的雙十也給應聲偷走了 那巴瑞斯應該也是知道了這一個消息 所以開始跟著自己的打野 也就是Mountain在做一個body system 沒錯這邊整體的情況來看的話算是不虧喔 而且他這邊至少是一個平局的開局 雖然說慢了一點點但是還可以接受 對那我覺得Incarnation的小法師真的是要注意的一個點 他對於這一些AP或者是說這一些比較沒有跑命技能的角色來說 很有可能會一波把他灌倒 尤其像克里斯塔這樣的角色 這邊我覺得在菲斯買出驚人或者是有最起碼 哇很早的Albis有走 或者是最起碼有個水星血的情況下我覺得 小法師要殺掉菲斯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所以他可能會比較偏向對農 嗯沒錯 沒有應該說前期小法師應該是佔優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遠程角色嘛 Ziv跟Mountain兩個人狹帶著Albis想要來撞對方紅區 這是一個三人夾擊 而且這個位置相當的陰險 對但眼睛已經嚇下去了 Lamination已經是不錯 很怕對方就是有這樣子的多人包夾 沒錯 但Albis目前來說的話還是偏向一個遊走流喔 Ziv回撥了一波買了眼睛跟洪水 上線來準備接受這波兵線 這波兵線好像不會進來喔 Ziv也是用炮娘的角色來說的話 推線可能會稍微 炮娘不會點1 應該不會走 他還是開始拿他下路雙人線的對線情況 你是不是累了 沒有累了 那是紅的 喔那是紅的 對不起 對不起 這個 太緊張了 真的太緊張了 剛剛看到西門掉兩隻邊欸 好擔心啊 不會啦 才兩隻釘而已 沒有關係啦 喔 Mountain 現在開始想要把這些花域拉起來一點 吃了藍buff 好 我覺得這邊下路的情況對AHQ來說是非常有利的 應該說克里斯塔本身是一隻 雖然說他是一隻對線很強的角色 他非常渴望可以對線 但是其實克里斯塔在後期的表現也是相當的不錯的 而且AHQ這邊的組合其實 因為他是多箭頭的關係 所以C9這邊如果要針對的話非常難針對 有沒有 有 所以打到後期的話 我覺得AHQ這邊的組合算是還不錯發揮 他們非常需要注意的點就是這個GP 就等於是 如果這個GP一炸非常有可能就 哇 就起飛了有沒有 喔 駭摸到了中路 這不可能gank的到 這不用擔心 那 這西門被殺掉就是 真的就是 太蠢 但是不太可能會被殺掉 你確定嗎 不會啊 不會 那一跳就走了 扭曲空間逼錯WESTOR的閃現 可是他是沒有死 跟他交的閃現 下路的小暗也是被暗影記錄給框了一下 剛才那個就是太兇了 太貪心了 太貪心 但是還行啊 就至少不會死 有沒有 那就來看一下Rengar現在 就是雷格爾這裡想要來 雷格爾也是一隻非常需要等級的角色 前期其實不太 不會看到雷格爾做太多事情 大部分的雷格爾都會想要衝六等 對就搶發育 他這邊 唉呦 這隻眼睛非常關鍵 馬上就會看到李星靠過來 對 李星已經來到了四等的等級 這根眼睛有看到李星的位置 所以 達瑞斯也不會冒然的 這邊雷格爾是沒有辦法進去跟他打 畢竟雷格爾這邊才三等而已 對 而且李星這邊還有紅buff 對 發展又把線路給正面掉了回來 幫忙下了一根眼位 達瑞斯 目前還行 達瑞斯這邊的發育算是相當的好 我們可以看到上路的情況是15隻比28隻喔 而且下路這邊 跟AHQ的吃兵數也是贏的喔 所以整體的發育來看的話 對AHQ來說 真的是一個不錯的發展 對 威斯托爾剛剛 畫面上是帶到威斯托爾 威斯托爾剛剛 我們來看到 右上角的這個小小的tag喔 他的飛師是4勝0敗 那這KDA你要不要瞬間幫我們算一下 12點多 沒有 51除以4阿 好好好 你確定是12點多 12點多 我的數學雖然沒有及格過 不過這個簡單的心算我還是會 等一下 51除以4 對啊 13點多 隨便啦 反正你的數學 你的數學老師在哭泣 沒關係 沒有關係我不管 反正西妹說不會輸就對了 哈哈哈哈 買錯了雙斷 小法師是用 聖杯做一個電檔裝喔 哎呦 太棒啦 剛剛BOSS用這個 用這個槍吃兵還沒吃到 轉 轉轉轉轉 轉翻了 Ziv叉叉叉摸了出來 勾了一下BOSS 我們的球哥被刷了一下 漂亮 你有沒有覺得叫他好像被叫你一樣很親近 因為他仿冒你的 仿冒你的 喔 LBS 是往前盾了一下 然後這個 Lemonation Lemonation 這年紀有點大 這個盾上太慢了 沒擋到布勞姆這個緩 對 李鑫 嗨來到了下路 難道想要對HQ的下路 說完線做一些 壓制嗎 有看到 上到了6等 開始對BOSS一陣痛打 開始打 BOSS只能 吃一下自己的橘子 把狀態稍微拉回來 這個就像一開始提到 在對線的情況下 我覺得打瑞斯算是 完完全全可以壓制 9 不是9 GP喔 但是呢 在會戰的情況下 其實GP是相當 相當好發揮的一個英雄 因為打瑞斯打線真的太 有點算偏無解的英雄 只要不要被GANK 還蠻厲害的 他蠻厲害的 打線很強 好 那Mountain 應該也是快要來到6等 HIGH這一場的話 是還沒有做出一些 太激進的GANK 下路線路進來 已經開始 可以讓小安 把這些兵給 慢慢的撿起來 維碩的身上 是沒有閃現的 我覺得在這個小法師 這個暈嘛 在變慢的情況下 真的是非常非常難 抓到菲斯 所以我覺得 菲斯算是一隻 打小法師 還算是OK的一個角色 現在RANGAR開了大絕 要來跳 小法師閃現綁住 暈中 小法師要命上黃拳 再一個海神叉 反正被暈住 他也及時趕到 但是也沒能保護住自己的小法師 Wear Sword 在遊戲時間八分鐘 配合著Mountain的GANK 拿到了中路為家的一個人頭 剛才真的是看得心驚膽跳 剛才雖然說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擊殺 但是Mountain這邊是一個 一個廢喔 他是沒有跳成功 應該說是一個雷戈爾操作上的一個廢話 他沒有跳成功 沒錯 他沒有 他一按太早 你說網子太早 對 網子按太早 就是剛開始玩雷戈爾的時候 會犯的一個錯誤 所以 沒有我剛剛講說 他應該是有引擎狀態上面 可以跳過去到他身上 應該 他還是有跳成功 他有跳成功 但是應該那個板 是要再跳起來之後才出手 可是他並沒有 弄到這個 變成說 如果這邊 Incarnation這邊反應快一點的話 是有機會閃掉他的這個網子 是 沒錯 就是 有點小危險 哇 直接砍掉他的桶子 現賺十塊 賺 賺 這個領先就是要從這種小地方開始 沒錯 積少成多 有沒有 你看這個十塊十塊 加一加 你打一百個桶子你就賺一千塊 哇 太棒了吧 而且下路線 又是被推送的情況下面 這樣的陣型來說 雷戈爾的Gank空間又會變得很大 沒錯 就像一開始提到 這個下路線是一個必定要推線的組合 那再加上 Lamination的盾騰有可能會上慢的關係 所以這邊雷戈爾跳出來 這非常容易綁到 而且雷戈爾大爵士現在已經剩下四分之一 就要轉好了 下一步的進攻 中路剛剛Incarnation已經交錯自己的閃線 飛絲的閃線這個時候轉好 魚也好 所以很有可能再來給中路Incarnation 可以再來一次有沒有 這邊只要飛絲硬上 直接把魚插到他臉上 這個雷戈爾是隨便要怎麼跳怎麼跳 那個畫面聽起來很痛 這個魚本來就是用插的有沒有 沒有 他們就是丟出去的 不是堵上去的嗎 他不是堵上去的 他絕對不是堵上去的 他明明就一個搓的姿勢有沒有 也是 Mountain 現在大軍轉好囉 五星殘虐已經先留在手中 上路Leaf這一場 反而沒有受到太多的照顧 因為他光是在打線就把我們的球哥打爆了 應該說這個是 這個就是 這個角 達瑞士這個角色本身就是 達瑞士他會給你的就是 就是這個前期的對線 但他不能給你的就是後面的回戰 對 這邊Incarnation也是打得非常小心 我覺得Mountain這邊應該是可以的 血性獵殺又要來開始了 血性獵殺又要來開始了 血性獵殺 這個應該是沒有辦法成功 要來了嗎 頭上冒出了驚嘆號 哇 這個有點太急了 我覺得這個要成功有點太困難了 剛剛Incarnation的位置已經調整到很後面 沒錯已經非常非常的後面了 因為現在下路線也是遲中的狀況 那雷格爾又沒有了大絕 這邊要非常小心 李青刀目前 亥寧還沒有做到任何的一個進攻舉動 亥寧金庫框出了LBS 但是 Lamination跟Sneak也沒有太照鏡 衝上來跟他打 這個真的衝 哇小安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這個射隊穿刺 極限距離喔 把小安給框了一下 還好 這個其實框了框了都不太會扣血 而且小安這裡的出裝很有趣喔 小安這邊已經有彎刀了 小安這邊已經有彎刀了 所以這邊 這邊吸血已經出來了 變成說他這幾個poke其實對 下路不會有太大的威脅性 這邊還是一個快樂的農兵 結果 李青也是呈現一個對農的狀況 李青玩得不錯 他到現在還沒做事情 他醍醐已經慢慢散拔出來了 醍醐已經慢慢散拔出來了 下路 速推 把這個塔給爆了 這就是 小炮這個角色的特點 雖然說他不能夠控線 但他在點塔的速度真的是 我覺得 不是第一塊就第二塊 就是他跟吉英克斯在比 WESTOR 在被框住的那一瞬間 把桿子給一撐 躲過了這次暈眩 而且亥也是沒能繼續做到事情 芒肯又摸來了 中路已經看到李青了 這個散落塔殺 我覺得一定會成功的 打輸要來了 開著血清獵殺 BOSE在塔下開了一次大絕 TP被斷 IncarnationTP是被斷的 應該是被FACE這邊斷到的 對但是HIGH是反身偷掉了這次小龍 因為看到了RENGAR在上路 看到了RENGAR在上路 哇這次上路的帶非常可惜 不但沒有成功 但是被承桿條給躲過 不但沒有成功還交出了閃現 現在是想要拿塔來換 剛剛前面人頭的失去 把經濟想辦法給抄回來 不過LPS也是舉著自己的板凳 拿著折凳來中路護駕 我覺得這邊 以C9的節奏來講的話 其實帶的非常不錯 他們在拿掉下塔之後呢 雙人線可以開始游走的情況下 HQ這邊壓力會相當大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一波RENGAR之後 非常有可能會把雙人線掉到上路 那一旦掉到上路 就變成說BOSE這邊前期 的痛苦的期間就過去了 唉唷沒有喔 他這邊又回來下路 他應該是放 泡娘繼續一個人在下路呢 我覺得他這邊是可以讓 GP這邊來下路吸那一波冰喔 然後讓泡娘繼續回來帶上路 他這邊就可以把節奏繼續帶得住 就像剛才Fanatic這邊的節奏帶的一樣 但他這邊選擇讓泡娘回來下路的話 會變成說 他這邊會把節奏拉得更慢 對 對 應該說是他們可能有他們的考量 而且GP這裡是還出一個貪然之刃 就慢慢農 想要跟你農一個後級的打團 我還是覺得他們這個掉線不太好 不過 雖然說不太好 但是對HQ來說就是好 有沒有 你看他這邊等於莫名其妙要放上塔 放掉一整波冰然後還加一個 他放了整波冰再放掉上塔 這少說也有十隻吧 太厲害的掉線 太棒了 這個 全新理解 全新理解 好 上他 被ZF的籃板給扒掉了 中路 是Lamination跟Incarnation 他們兩個Nation 兩個Nation 好饒舌啊 還是在中路 稍微壓制一下 Sneaky在下路推線 這時候把 貝斯放下 對 他們在ZF的掉線 馬上他們經濟又 又不複足 我這邊是想單殺嗎 怎麼可能啊 這個 他真的跳上去 跳殺毒蛙 單殺毒蛙 厲害 他這個 哇 雷格爾前面幾個大局非常非常重要 我覺得這樣浪費其實不是 那個是投資的一個 我覺得是投資的一個 沒有他剛剛就算真的小炮給他跳到 小炮按一個R 雷格爾不就飛走了嗎 對 對阿要怎麼殺 你能不能想追到下草 然後再跟你跳一次嗎 這也是 你講的也是 中路是 Sclownight想要來硬壓喔 小炮被框住 要來一波爆發了 小炮差一點點就要死 最後Sneaky 用大絕把他給轟了 可惜 這真的非常的可惜喔 哇 這一場 Limination框得好準啊 他幾乎每一個框都框在 都框到人耶 在下路打線的時候其實照到非常 畫面有帶到蠻多次的 都框得非常的準 小炮這個不應該要被Q到的喔 連帶著這個中路的二塔可能都要失去 而且LBS 血量梗蒂又被Incarnation給收了下來 Ziv即時趕到 但自己隊友已經全部都已經陣亡 而且中路的二塔也即將要陷落 這一波AHQ打得非常的不好 這一波真的是有點太大 也從第一個小安倍框到之後 哇連帶著掉了中塔之後 連上塔這波兵 因為Ziv要過來支援的關係 也整波兵都要放掉了 而且連塔搞不好還會掉 這塔應該是掉定 這個虧爆了 這一波真的超級虧 超級虧 虧兩個塔再加上 兩個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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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下塔是 一定會拿到 是早晚的事情 所以這不能夠算是 彌補我覺得 對 沒關係 小小的失誤 並不會掩蓋過我們AHQ勝利的機率 這個失誤有點大啊 不小啊 這時候貝克就會在台下 拍頭 拍頭 怎麼會這樣 他每次比賽打完 臉都會紅紅的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一直扒自己的頭 扒著扒著就紅 OK 聽起來很奇怪 AHQ 三個人躲來這個草叢裡面 想要來嘗試 他想要用那個綠眼來背影 騙他們來猜 連WESTOR都過來了 他這邊沒釣到魚啊 守株帶兔 這個耳放在這裡沒釣到 放到那裡絕對不會 應該也是不會上這個盪 很明顯的知道 你那個眼神就是有鬼 他這邊這隻眼睛看到了 AHQ的動向 其實我有一個比較想問的是 為什麼現在的克里斯達小安 這裡是出陰落的 不是之前看到嗜邪者加 嗯 我覺得這是一個喜好的判斷 喜好的判斷 哇這個大決一開看到三個人 果斷拉掉 直接不打 對不打了 還是選擇蹲草 AHQ這邊好喜歡蹲啊 感覺是很積極地去嘗試一些 bait 但是都沒有拿到相對應的成效 應該說是他們在 遊走的路徑上都已經被眼睛看到了 都 哇 西美玉斯被框住 反身丟了一個魚 Incarnation開始往回拉 兩邊都是利用了CT技能來做交換 這個魚下得很好 這個魚不下的話 很有可能Incarnation這邊會上來 直接一泡灌殘 飛絲喔 現在是File Knight的中路B塔 想要利用塔的金錢量 來把這場遊戲的雪球給滾動起來 二塔也已經放掉了 哇 中路的二塔 沒能防守住喔 我覺得這一場整體來看的話 Mountain這邊的發揮並不是很好 他沒有 應該說第一個Gank相當漂亮 但是在第一個Gank之後 他就 失去了雷哥爾這個角色的價值 對 他並沒有發揮出雷哥爾這個角色 應該有的價值 我覺得 那就來看一下AHQ會如何把這個盤面給搬回來 前面領先的大概是一千多塊錢 兩千塊 現在C9是反超了兩千元 所以來回是四千塊錢 沒錯 這邊龍又要升了 這邊AHQ應該是有這條龍的時間的 而且打瑞士的大爵士目前還沒有剁過任何一次喔 諾哥殺手斷頭台還沒有開剁 下路 龍已經洩漏在克曉奈手中 兩邊的龍數是被對方給拉開了 克曉奈這裡拿到了兩條龍 感覺上AHQ找不太到一個開戰的時機點喔 Incarnation身上再度中魚 反身敲了一個冰河裂戲 但是隔在岸上 沒能開啟這波團戰 所以打瑞士的TP也是跟著取消 沒錯 這個取消是必定喔 應該說也沒有龍啊 他這個取消其實也不會虧什麼 Incarnation剛剛的扭曲空間放得很爽 在AHQ行進的路徑震動中 沒錯 讓他們要把很實在的進展 而且他們不只有這個扭曲空間 這個Morgana的黑盾還擋掉了飛絲的這個魚 變成說他連這個CC的效果都沒有達到 而且雖然說小法師帶的是TP 不過目前來說的話他成長的幅度還不錯 感覺上Q也濃得還行 沒錯 兵幾乎都是有機到 對 現在變成是Ziv可能在打線上面有一些小小優勢 不過BOSS也是把他的發育給濃起來 現在CT先拿到手 三項之力拿到了 吃兵也沒有輸太多 沒錯 那如果說進入了Cloud9想要的一個團戰期 應該說雖然說這邊GP吃兵是輸20隻喔 不過因為GP的被動再加上他男之刃的關係 其實加加減減他應該還是倒贏 倒贏10隻左右 對 而且小安在這裡也是被迫先把水銀士帶給買出來 就是怕被扭曲空間或愛影進鋪 框到一波CC爆發代表 有點被框到太多隻 真的 真的 目前的局面比較較左一點喔 HQ雖然說在視野上面是被對方給掌控住 應該說前期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HQ的打法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喔 他們還是Mountain注重中路跟下路為主 他把大部分前期的時間幾乎都放在中下路 比較少來支援上路 但是現在的Meta來講的話 我覺得上路的發育也是相當重要 雖然說這邊Ziv是有達到良好的發育 但這邊HQ的其他路線並沒有成長得這麼的順利喔 對 HQ可能只能仰賴WESTONE一個人的單人發揮 不好針盪 終於 非常高的爆發傷害 中路也是選擇要來強開嗎 太頓眼把Ziv推了回去 再被扭曲空間給控住 一波波發下來 Sneaky收下人頭 然後把波拉姆給收了回來 Mountain的進場被套了虛弱 往回一撞 Sneaky被稍微敲飛 不過反射Lamination的愛影禁骨又再次狂出WESTONE 即時感到血沒了 WESTONE倒下 LBASS還在前方坦頓了一下自己的隊友 在交閃線的AM開始拉大 Mountain又被一次CC 控住Incarnation收下了Mountain的人頭 HQ在這一波拿到了BOSS的人頭 但自己已經損失掉了Ziv Mountain以及WESTONE三名大將 讓Cloud9有一個機會來進軍這條八龍 這邊要直衝八龍嗎 我覺得這一波打得有一點急喔 Mountain應該說是已經可以拉掉的情況下 他最後又選擇跳了回去 然後一跳回去直接中虛弱 所以他的傷害不夠 沒有辦法直接帶走 團戰的施力讓ASQ失去了這條八龍 非常前期 22分鐘就掉了 其實中的虎啸龍鷹被回踢 這個施力卷接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們來看一下Mountain這邊 對Mountain這邊應該是可以走掉他最後一個回跳 直接中了自己的虛弱 哇非常的可惜喔 而且Lamination 上線還把Mountain給框住 再擠一個大絕牽線 把Mountain再次進場給CC控住了喔 沒錯 哇這波團戰真的 在CC的階級上面是非常準的 Lamination這場打得真的很好 他每一個綁 都綁得好關鍵 對 真的 而且又綁得好準 那麼準幹嘛啊真是的 你不能求人家不準啊 你只能求我們自己走 他的綁應該跟他的黑盾一樣才對啊 你說上慢了 丟慢了丟慢了 上慢了丟慢了 哈哈哈哈 哇但是還是沒有辦法活下來喔 Ziv也是腳閃線逃脫 Sneaky往前火箭跳躍 對Ziv一陣痛打 要倒了 Sneaky再收人頭 這一波非常非常的虧 而且水雞兵也要掉了喔 而且可以直接結束這場遊戲 遊戲時間非常的快 KoNi不想放過獲得比賽勝利的機會 直接拿對方的主堡雙塔 ASQ想要來強開WESTO瞬間秒殺 哇 哇 這一波非常非常的虧喔 遊戲時間非常快速 就被KoNi給掌握住了 我覺得這邊有點 有點太水餃啦 幾乎都是一個一個上 然後一個一個被 被抓掉 遊戲時間24分鐘 HQ 非常可惜喔 沒人在KoNi手中拿下這一勝 前期AHQ把握的還算相當不錯 是拿到了一千塊的經濟領先喔 但是我覺得中間那一波小安被綁到 真的是 你說就是從那一波開始 那一波總共加起來 算是掉了三千塊的經濟 他們從贏一千塊到 不是掉了兩千塊的經濟 從贏一千塊到輸一千塊 然後又加上後續的回補之後再出來 因為他們下塔已經掉了的關係 變成說這邊KoNi的節奏可以帶得相當的快 哇 雖然很可惜 但也不用太擔心AHQ 哈哈哈哈 不是因為 呃 沒有太過分了